你在胡说八道你信拼我抽你 Such a dumbass 就是在5月14号郭寒密会之前一天 说他紧急北上 一项善于胡说八道的黄光晴近期 针对国民党初选陆续与脸书发表 打开国民党的提名黑箱系列文章 大爆国民党提名内幕 企图把国民党的水搅混分裂蓝营 郭台铭14日上午与前高雄市长韩国瑜见面 并晒出两人实质紧扣的合照 22日晚间黄光晴再次与脸书发文 声称5月14日郭寒慧其实背后真相 是朱立伦的岳父高玉仁就抢先南下云林拆弹 高玉仁出动了还带着一个黄敏公 那我试问国民党是朱家党吗 黄光晴脸书关于事实部分是这么说的 高玉仁抢先一步 在13日南下云林拆弹 同桌的除了有高玉仁 韩国瑜之外 韩国瑜见了郭之后提到 现阶段只能予过拍照 不能表态 请注意 黄光晴整篇脸书所表达的意思就是 朱立伦岳父是主动南下云林 在云林约见韩国瑜 见面告诉韩国瑜不要表态 暂且不论黄光晴的评论是否准确 就说他表述的事实是否客观 今天国民党叶元支开直播还原 整场会面的前因后果 我们来听听叶元支 金戈当事人求证后的事实真相如何 所以大家昨天好多韩粉 好多朋友看到了这个讯息 气炸了 我们韩国瑜怎么可以被党用这种方式 强压抑制 让他不能够挺郭 还有郭台铭好可怜 从头到尾就蒙在鼓里 自己努力都努力心酸的 从头到尾都得不到党的支持 太可恶了 昨天超多人情绪就这样子被撩拨 你是不是也有被黄光琴聊过呢 我也太气了 但是呢 我呢虽然很气 可是我有去求证一下 我有去求证一下 我怎么求证呢 我跟两方都求证 一方呢 我跟党中央求证 就是到底有没有叫高玉仁 去这样子阻止韩国瑜 不支持郭台铭 那我也跟 我也跟了这个韩国瑜那边求证 绝对是非常可靠的消息 我不能说可靠消息是谁 但是我也有跟韩国瑜那边去求证 两边讲的讯息是一模一样 党那边告诉我说 从头到尾都不是 第一个不是在云林吃饭 干员 华敏公在一行人就到云林 请注意哦 黄光瑜说的是南下云林 而也源自经求证后 确认约会地点不在云林 事实部分的地点 黄光瑜就错了 第二个韩国瑜去参加的那个参会 有高玉仁没错 可是从头到尾 那个参会不是高玉仁约的 是谁约的呢 是新竹市议长许修瑞约的 是许修瑞要请前新竹市长林郑哲吃饭 就找了一些大家的共同朋友 那共同朋友就包括比如说那个中东景啊 还有还有这个这个黄敏公啊 还有高玉仁啊 那为什么会有高玉仁呢 跟朱立伦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因为高玉仁跟他们也都很熟 高玉仁也有跟新竹也有渊源 高玉仁以前是在新竹做过法官 然后也有找 许修瑞也有找韩国瑜去吃饭 就就就就有了这个饭局 这就是这场聚会 或者说朱立伦岳父高玉仁与韩国瑜见面的原因 完全不是黄光景点书里所表达的 高玉仁特意南下拆弹才安排的聚会 那那那好吃饭 约归 谁约的是一回事 他们有没有在吃饭的时候 讨论到任何跟总统选举 或党内征召有关的事情呢 我我问的结果是 从头到尾都没有 就是一个闲话家常 老朋友相聚的一个轻松的场合 轻松到轻松到 连这个韩国瑜啊 这个要走的时候都还还说 今天真的那么轻松啊 都都没有一个什么 那个重要的党内的事情要讨论 都没有啊 他心里还有产生这样的疑惑哦 根本没有讨论或者聊到国民党初选的议题 或许是刻意回避 也可能是老朋友流往事太开心 大家都不会想起这事 很正常啊 所以黄光琴的南下猜蛋说 到底猜什么蛋啊 这个是党内我去求证的结果 党内是这样子讲的 说绝对没有 这是一个刚好的巧合嘛 前一天高玉仁跟韩国瑜吃饭 隔天韩国瑜和郭台铭见面 怎么有人就把这两个事情串在一起 变成有关联性 有因果关系的呢 莫名其妙啊 这个是党内的说法 好各位 叶元芝作为一个要来开直播的人 绝对不可以有单方面说法 说法 因为也有可能党内人是呼隆我嘛 或党内人是必重就轻嘛 对不对 所以呢我也去韩国瑜那边求证了一下 跟韩国瑜那边求证了一下 结果 哎我跟你讲哦 他们跟我讲的答案是一模一样 我就去问嘛 我就说 哎到底有没有高玉仁叫韩国瑜 不要去支持郭台铭 所以韩国瑜才说 才说这个什么队友之间的竞争选队长 然后没有公开表态 我就问有没有这个问题 那么直接回答我说 绝对没有这一回事 绝对没有这一回事 请注意叶元芝不是媒体人 虽然他这是在做直播 但也不是普通的直播主 不像其他直播主 只会获取更多流量关注 虽然他是国民党员 但不是国民党发言人 他是2024代表国民党参选 新北板桥的立委参选人 新北第七指区叶元芝 我们的叶师傅元芝元芝元位 真诚不变 他必须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 都谨慎负责 如果为了护航国民党而胡说八道 一旦被揭穿 那他今年就不用选了 所以 他不仅要求正国民党中央的当事人 也还特意向另一方当事人韩国瑜方求正 那这一餐应该不是 不是那个 高玉仁约的吧 应该我印象当中是林郑哲约的吧 结果 韩国瑜那边讲说 没有啦不是林郑哲啦 是许修瑞约的 哦你看到 我都没有提到许修瑞的名字哦 我完全没有提到许修瑞的名字 可是 韩国瑜那边就告诉我 很百明告诉我说是 许修瑞约的 那这个就跟党中央告诉我的讯息是一模一样 就是 这个就是一个许修瑞约的 我在 我在推论一件事情哦 为什么觉得我听到的版本是比较可信的 为什么 为什么我觉得我的版本是比较可信的 为什么 因为 许修瑞 各位 你们去查一下网路 许修瑞是挺猴还是挺郭的 许修瑞是挺 许修瑞是挺郭的嘛 那 既然许修瑞是挺郭的 许修瑞又怎么可能会约高玉仁 跟约韩国瑜 让高玉仁去劝退韩国瑜嘛 其实你只要想这件事情就好了嘛 对啊 我觉得现在很多挺郭的人 放出来的传闻 或者是放出来的所谓的内幕 大家要查证啦